关战一把小迪老师的车队 82.61 这边的话遇到的是鱼女 前锋囚图并换机械 真的现在全是囚图并换的 囚图机械的一个超修流 这套阵容打鱼女还蛮厉害的 这套阵容修机速度够快 前锋并换两搏命 就你第一个点抓人慢一点点 就是四人开门战了 第一个点抓人慢那么一点点 而且他只能抓那个囚图或者抓机械 但凡上来点位不好遇到个并换好了 游戏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 这游戏就已经结束了 这个真的就 这些顶级的求生者完全不会给你机会的 一波收叉 过来一刀 还行吧 这还打了一刀 打了一刀 但说实话他没有闪现 这并换三个钩子交完 密码机就已经忙忙多了 所以他这边选择放弃 再出来找 再出来找 可惜没有人呢 机械 球图在哪里 不知道 小迪老师 这个机械师 完全不知道在哪里 溜了一圈了 还没找到呢 等到找到这边的球图 外面的机子总量加起来估计都快两台了吧 差不多 接近两台了 没得打了 没得打了 刚才 他刚才不抓病患 其实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他没有闪现 真的你要拿病患那一刀 不是特别有机会 只有病患出失误了 那你这边有机会能拿一刀 病患不出失误 三个钩子 而且这张地图上上下下的这些点位的钩 交一个都能给你拉开大半圈 金生一刀 好的 算了机子 算了机子 现在我们看一下前锋这边的机子 他得救人 我病患也可以救 看样子好像是准备让病患救嘛 因为前锋这边想把这台机子学完 样子是 机械师娃娃 本体机子加起来也已经超过一台了 这波救歪人基本上就跳三台了 就跳三台 然后剩下两台遗产机 对于求者来讲 只要不倒遗产 基本上就是个死人开门战 没有太多的 要么震射 要么震射 当然救人环境出震射还是有可能的 这波打了一刀病患 继续追这个囚徒 这里的话 一个冲刺 六十多水汽 一个收叉吧 再一个冲刺 漂亮 一个收叉补 好的 前锋这边往那里站 听说你的金生交给了囚徒是吧 你别说这个前锋现在处理不掉 云女拿这个前锋现在没什么办法 真没什么办法 你包拨水汽没有用 真包拨水汽没有用 那前锋 无所畏惧 水汽还没包到 等到金生CD好 那真的是机子都好了 囚徒这边交自己好了 私人开门站锁定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小迪老师过来补这台机子 囚徒这边手里应该还有个电 云女这个金生肯定交不了了 这个金生肯定交不了了 因为这个金生交了 他开门站就没有传送了 金生 哇 这也交 这交了 前锋拿一波球 囚徒再砸个头 密码机点亮 囚徒手里面应该还有一手电 所以说他这边可以吃水汽 不吃那个实体刀就行 然后你要打我实体刀 我交电进交互点 水汽随便吃 水汽随便吃 不吃刀就行 不吃刀就行 这边甚至可以去准备找地窖了 甚至可以准备去找地窖了 有机会的话 交个电 往地窖方向走 鱼女这边 再砸一个头 再把鱼女直接投降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